北京理工大学刘宁宁的硕士论文 《乘用车内空气污染物影响因素研究》上面 有讲到的 这车内污染物主要来自于 车内地毯 皮座椅 织物 胶粘剂 涂料等等 主要成分是什么 本 甲醛 甲本 二甲本 乙本 乙醛 这些东西不同程度 都是有刺激性的气味和毒性的 那我们常说的那个骇人的甲醛 只是这些异味当中的一种物质 那这些东西统称的叫做TVOC 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我们车上要除的味道 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东西 那么先来讲最省钱的除非方法 多晒太阳 停开窗 多通风 不过这个方法有点技巧的 吉林大学张力的硕士论文分享给你 自然暴晒状态下 车内挥发性有机物 及全酮类物质检测技术上面 它进行了一个温度 对车内挥发性有机物浓度的影响测试 发现了这个车内空气温度 从25摄氏度提升到60摄氏度之后 甲醛浓度增加了三倍 甲本浓度从0毫克每立方米左右 增加到了0.07毫克每立方米 乙本浓度也是从0毫克每立方米左右 增加到了0.03毫克每立方米 也就是说这些有害气体 在气温高的时候 它会从内饰 中控 座椅里面 就散发出来 烤出来了 那么新车买来 最简单粗暴的办法就多晒 和烧烤是一样的 把味道全部烤出来 那么我们人不宰就行 对吧 而且它这个论文里面 还是有数据的 车内温度 从30度上升到60度之后 车内甲醛甲本等有害物质浓度 它会趋于平衡 说人话就是空气中有害物质 浓度饱和了 再多烤不出来了 充满了 这个时候通风 你把有害物质给排走 它们就又会继续释放出来 想要快速处位 就要一直晒 然后一直通风 这样的甲醛甲本的这些东西 源源不断烤出来 源源不断被吹走 所以有条件的话 可以看一下天气预报 连着晴天 你把车子停在 有太阳通风安全的地方 打开门窗晒个几天 条件比较严苛对不对 我们接着往下讲 北京理工大学 李兰硕士论文分享给你 曾用车内空气污染物 特性研究上面 也有个数据的 随着车辆放置时间的增加 TVOC的含量 大约是每周下降20% 我们一天曝晒通风的时间 达到人家一周的量 除位的速度自然就是快了 有这种条件的蛮少的 对不对 没有场地可以晒车子 也可以考虑使用活性碳包来处位 价格们也不会太过分的 各种网上面都买得到 不过在用的时候 要注意活性碳的特性 它在高温下 会把吸附的物质 重新释放出来的 这个前面要记住 华南理工大学 李娜硕士论文分享给你 负离子活性碳 复合材料的制备 及其在甲醛去除中的 应用研究上讲到过 活性碳具有大的比表面积 和丰富的孔系结构 这内部孔径的大小 能够完全匹配 有害气体 或者液体的分子大小 可以广泛用于VOCS的吸附 这个VOCS和那个TVOC 差不多的 都是总挥发性 有机化合物 那它这个论文里面 还对活性碳 复合材料的吸附 托付性进行了一个测试 当活性碳复合材料 吸附到饱和状态后 再放到60摄氏度的 干燥箱中进行托付 反复这5个过程之后 就是吸满烤出来 吸满烤出来5回 那么吸附能力 还能达到82%以上 说的话 活性碳它的确是可以反复用的 像海绵一样的 吸满水 吸满水拧一下 水就出来 水就出来之后又可以吸水 所以说 如果我们买了活性碳包 不要一直扔在车子上 不管它 你气温高了 活性碳它会把这个什么 本甲醛 你原来吸进去的东西 又放出来 那你吸它干什么 对不对 反而起副作用了 正确做法是 用一段时间之后 拿出来就是一顿暴晒 去掉了 然后再放回车里 继续吸 这样是比较好的这种方法 如果觉得用活性碳包 比较麻烦 现在也有一些 所谓的高科技的办法 是可以除异味的 你比如说在美容店 可以做一种叫做 光触霉除全的这么个东西 价格大概四五百块钱的样子 胡秋名等人 在期刊南华大学学报上面 发了一篇论文 光触霉降解室内甲醛的影响 因素研究上面有讲到 这用纳米级二氧化碳喷液 在光照条件下 是可以降解甲醛的 并且喷通面积越大 光照越强 温度越高 紫外线越强 都能够一定程度上 增加这个降解的效果 那美容店里面的光触霉 它就是这个原理 你喷完了这个二氧化碳之后 再用紫外线来照射催化 就用通过这个方法来除甲醛 但是这个方法只能保证 把已经散发出来的甲醛给它除掉 很多甲醛其实还藏在内饰件里面 是没有释放出来的 有点治标不治本的味道 就好比大夏天 你站在操场上 身上一直都在那里出汗 热得要死 你纸巾擦一下 汗的确是没有了 过会儿汗不是继续出汗吗 对吧 所以说除非有条件 天天去美容店做光触霉除全 否则的话 在车里放个车载空气净化器 有可能还更实际一点 那价格几百块钱的各种都有 大家看自己的预算就可以 不过车载空气净化器 其实也是有不少坑的 现在市面上的车载空气净化器 总的真的是多 听听名字 什么什么 臭氧活性碳光触霉 负离子等离子 HEPA滤网等等 还有些说 我们那些东西是加在一起的 这个是复合的 所以说我们来挑的时候 真的是要擦亮眼睛 广州市微生物研究所的王耿宏 等人在期刊清工科技上发了评论文 多台车载空气净化器效果 分析研究上面他做了个实验 他发现臭氧原理的空气净化器 对微生物有较强的效果 对PM2.5和甲醛 没什么去除效果 HEPA滤网的空气净化器 对PM2.5的过滤效果 的确就比较好 对微生物和甲醛 确实没什么去除效果 大部分活性碳滤网原理的 空气净化器 对甲醛PM2.5的去除效果 是还可以的 但是杀微生物的效果又是不太理想 他实验还发现 光处酶 负离子 等离子 这些原理的车载空气净化器 对各种污染的净化效果 是比较有限的 光处酶这个技术是没问题 但是光处酶的车载空气净化器 效果有可能没那么靠谱 你看我们刚才美容店全车都涂满 你现在那么个小小的玩意儿 不一定够用了 说人家话就是 买车载空气净化器 你要看清楚它的原理 是走哪个技术路径的 如果是新车 PM2.5微生物的污染情况 它是非常少的 它没有什么堆积的 你选个活性碳滤网的空气净化器 有可能会更合适 车子用得比较久了 刚才那种情况 你有什么碎屑了 有零食了 车子有灰尘了 脏了 那可以考虑一下HPPA的 那总的来讲 新车买来想不花钱储位 多晒太阳多通风 效果又好又省钱 只是说 你会觉得有点奇怪 我这个车子新车买来 窗户们都放下去了 人们不在了 对吧 这个也就这么一个缺点 那如果近期没有晴天 我也不好意思干这个事情 觉得不妥当的话 那么除位 活性碳包 有可能就要靠这些东西了 那想要省心点 持久点 空气净化器 预算算会高一点 但是持续再进化的话 也是不错的 各种选择 各有利弊 我们选的时候 多留个心眼 我自己 我自己是用碳包和 开窗通风 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关注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备胎缩车 第一时间可以看到我的视频和通知 备胎缩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